全前匪夷所私访赵绍康 我说国民党候选人平均年龄最老 他很不服气 说他脑筋有比较差吗 逻辑体力有比较差吗 反应什么的有比30岁的差吗 他还说我是不好意思讲啦 但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真的每个人不一样 我比赵绍康年轻个15岁 我就深深觉得身体的变化 一天早上每天跑5公里上班玩 晚上还可以去party 但现在下午4 5点就觉得 电都用完了 连思考都很困难 我的体力记忆力甚至注意力 这两年都在溜滑梯 我只是这一个小小公司的老板 但是处理国家大事真的行吗 今年很多国家就要选举了 有媒体就做了个统计 发现全球人口排名前十的国家当中 有8个都是七八十岁的阿公阿嬷在管 最近还有一个政治术语团爆红 叫做老人统治 这个字呢 以前可能只有考GRE的时候才有看到吧 意思就是 政府组成的平均年龄老过多数的成人公民 所以当老人统治正在成为全球趋势的时候 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大家好我是饭西飞 欢迎收看饭雪的看来看世界 总统被嫌老 大家应该马上就是想到美国 拜登81岁 今年要跟78岁川普打对台 不管谁赢都会是美国史上就任时年纪最大的总统 而且两人都比美国人的年龄中位数大上了快40岁 就让美国成了老人统治的国家 这次大选拜登年龄不但一直被川普拿出来讲 还有一堆民调显示选民担心他体力无法升任 最有名的案例之一就是在公开演讲的时候 把法国总统马克宏跟在1996年就已经死了的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搞错了 越来越多人在问拜登真的行吗 所以拜登前天就是见解 医师在报告中就说 拜登健康有活力能够履行总统职务 但民众最关心的认知能力测验似乎没有做 白宫的理由是拜登每天处理国家大事世界大事 不就是最好的测验了吗 但这个月初美国特别检察官公布拜登文件门 这是指拜登把欧巴马时期的机密文件带回家 调查报告的时候他就直接在报告中就点出 这个拜登是记忆力差的老人 记不清哪一年开始当副总统哪一年卸任 虽然最后检察官不提出刑事起诉 但对于拜登记忆力的访谈细节 杀伤力好像比起诉还大 拜登被问到的时候也很不爽 说检察官访谈前一天哈马斯刚攻击以色列 他一早就跟各国元首通了一轮电话 讨论救人直忙的要死 挂了电话马上接受访谈 只是搞混年代有必要少提大作吗 川普阵营当然就抓住机会不放 他的发言人在X上就说 如果拜登的记忆有问题 真的能够放心把美国交给他吗 但其实川普也半斤八两了 去年把匈牙利总领讲成土耳其总领 大肆吹嘘他打败的欧巴马 其实是希拉蕊 OK 上个月还把共和党的对手海利 跟民主党的裴洛西搞混 奇怪的是川普跟拜登都常口误 年龄也只差三岁多 却只有拜登被显老 纽什的民调就显示 有七成受访者觉得拜登年纪太大 对川普年龄有疑虑的却不到五成 这是为什么呢 有时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外表 拜登不但满头白发 身材也比较瘦 声音轻柔沙哑 走路的时候上半身僵硬 加上之前摔倒过 让他看起来像个脆弱的老人 相较实际上 川普就常常染发 肤色晒到红红的 身材很有分量 造势的时候还会跳舞 而且经常劈里啪啦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 给人活力充沛的印象 第二形象问题 拜登一直都是走专业政客的路线 所以看到他搞错国家元首这种错误 就会放大解释 但川普不管是做实境秀 或是当总统 都是爱讲什么就讲什么 讲错了 要么不管 要么硬凹 所以川普口误的时候 大家只会觉得他正常发挥 不会觉得他老人痴呆 纽什专栏作家 Azra Klein 这是很有名的自由派 他就说 美国人其实不是担心拜登的年龄 而是拜登表现出来的形象 的确就像个80岁的老头 他正是在说 年纪只是个数字 但你如果表现出来很有活力干净十足 像川普那样 他就不是个问题 但拜登看起来就是脆弱疲倦 旺东旺西 简而言之就是很老啦 而且年纪越大越可能出现 严重的健康问题 总统要是请病假 很多决策都没办法做 这也很严重啊 所以拜登真的在退化吗 元首到底多老才算太老 研究衰老问题的医师告诉纽约克 以医学来看并没有绝对的标准 一个人的实际年龄不等于生理年龄 老年的身体的确会衰退 大脑也会产生改变 但如果你一直有接受刺激有在动脑 甚至能够改善部分脑功能 而且拜登有许多优势 包括受过高等教育 经济情况良好 从事需要大量思考的职业 有庞大的家庭跟社交网络等 这些都能够有效的预防失智 但元首老的问题也不是美国独有 华尔街日报指出 全球有一半以上的人口 都被年过70的老人统治 而且都是大国 打个比方 习近平跟普丁都71岁了 印度总理莫迪73岁 印尼即将就职的普拉伯沃也有72岁 全球政坛都有高龄化倾向 很可能是因为 第一 极权国家的元首霸着位子不肯放 夹着执政优势打压 他意义 推动修法 想尽办法 让任期无限延长 第二 因为恶物战争跟尾巴冲突 让选民比较相信 政治经验丰富 能够掌握国际情势的老政客 第三 在许多国家想要参政 需要很多资源 年轻人的募款能力不够 也没有那么多人脉 不少国家 还有最低参选年龄的限制 英国智库的学者就说 很多国家对于成立新政党 或是让新人加入政坛的门槛很高 尤其是像美国这种主流政党 历久不衰的国家 年轻人想要从政 一定得要加入政党耕耘多年才有可能 这跟欧洲很不一样 一名政治学家就告诉欧洲新闻台 欧洲许多主流政党面临衰败的危机 所以愿意给有公众魅力的年轻人机会 让更多年轻人在党内迅速往上爬 而且许多欧洲国家都是得票率最高的党魁当元首 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年轻的元首出现 很多人可能会想老人从政也没什么不好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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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坛中年轻族群代表性不足问题很大 有学者就指出这会导致年轻人的疏离循环 意思就是觉得野奶辈的人主政 提出的政策都往老年人偏 跟年轻世代脱节 就算有年轻议员提政策 老人也不采纳 进而对政治无感 投票意愿越来越低 政客也会想 反正年轻人根本不出来投票 讨好他们干嘛 就更懒得关注年轻人的议题了 金融时报也指出 虽然很多政治老人都开了IGTikTok账号 但这只是跟年轻人沟通的平台 重要的是有没有看到年轻人的困境 像是民主党议员桑德斯 虽然82岁 却有一大票年轻的支持者 就是因为他的想法对年轻人的胃口 比方说主张大学学费全免啦 减少年轻人债务等 会玩社群 只是加分而已 对我来讲 我最担心的是年轻人不关心政治了 如果不相信体制可以为他解决问题 他为什么要参与呢 如果年轻世代不愿意参与 我们的民主有前途吗 欢迎大家来谈谈 你觉得台湾的政坛太老了吗 年轻人关心的议题有被重视吗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ght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会美丽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ght Today国际栏目 你就有我们所有的报导 翻写了才得开世界 天文理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明天是宗汉的小发明大革命 后天是凯莉的人物放大镜 我们就见